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掌汤城集团的老板娘呢 徐峰五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无奈之下带着孩子改嫁 但在嫁依旧过的是穷苦日子 小小年纪的徐峰在继父面前学会了察言观色 吃饭时继父一对眼神飘过来 徐峰就知道放下筷子去干活 贫穷困顿 再加上特殊的家庭坏境 让这个女孩异常早熟和敏感 16岁的徐峰想要自力更生 开始愁愁着寻找挣钱的出路 她带着希望去投了两份工 一份是电影演员 一份是工厂女工 穿着蓝白T恤 土土的白裤子的徐峰 站在一堆摩登的台北女郎中间 显得异常的眨眼 当时剧组正在为《龙门客栈》选角 导演正是大名鼎鼎的武侠片开山鼻祖胡金泉 导演胡金泉现场出题 要应聘者表演出 看到心爱男人与别的女人的结婚照时的反应 年纪轻轻的徐峰根本没有感情经历 坐在片场对着一张陌生的照片 他却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心中顿时泛起酸楚 他眼里盛满了泪水 眼角又满是倔强 导演胡金泉对着徐峰的眼睛拍大特写 这双略略下三白的眼睛 大而有神充满光彩 又因眼白过多而多出了一股子 不甘于狠近 胡金泉看着这个倔强的小女孩 喜欢得不得了 直言 他眼睛里有光 于是徐峰与另一个小女孩 一起成了胡金泉的学徒 另一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许安华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灵气 她被选中出演龙门客栈 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龙门客栈一经播出 就疯狂收割一系列大奖 甚至火到了外国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处女作能有这样的成绩 尾时是很高的起点 几年后 胡金泉邀请徐峰出演自己新电影 《侠女》的女主角 《侠女》 这部剧前前后后拍了四年之久 是胡金泉导演最为看重的作品 其中不少打斗场景 至今都还在背后被模仿 也是因为胡金泉的执着 《侠女》 获得了第28届 嘎那电影节最佳技术和视觉大奖 小女孩徐峰 也被大导演带去了嘎那电影节 那次嘎那之行 彻底打开了这个女孩的国际视野 原来一部电影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徐峰开始感叹电影世界的魅力 越发升起敬畏之心 也是这部电影 正式开启了徐峰的《侠女》时代 他在电影中多次出演侠女形象 在当时琼瑶剧横行的年代 徐峰的侠义江湖儿女的形象 无疑是一股轻烈的纯酒 泼洒在中国影史上 1976年 凭借《刺客》一角 徐峰获得了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1979年 与归亚磊合作的缘 令他获得了第1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而这位在电影世界中是差风云的侠女 在自己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却乖乖听从母亲的安排 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商人 要说平白娶了这么个厉害的大美人 换作旁人早就偷着乐 一心一意对老婆好了 但那个男人显然不是个明白人 在婚后不仅没有好好珍惜 天上掉下来的漂亮老婆 还借着她的名义四处借钱 没有做生意的脑子 也没有任何的担当 在生意破产的时候 把所有的烂摊子和几百万的债务 一股脑扔给了徐峰 渣男跑路了 面对不是自己的债务 徐峰气愤不平痛快离婚 但意气地承担下了前夫的所有债务 这债主中最大的一位 就是汤晨集团的老板汤军年 徐峰对着钱来讨债的汤军年说 我每天在拍片存钱还债 你追得太紧抓我去坐牢的话 大家都没好处 你的债我一定会还 但你要给我时间 我说得出做得到 请你相信我 汤军年看着眼前这个眼神倔强 满身意气的女人 顿时充满了敬佩之情 彼时三十多岁还未成婚的汤军年 随即对徐峰展开了追求 内向的汤军年甚至为娶徐峰 不惜跟父母闹翻 1980年 汤军年在香港迎娶徐峰 嫁入豪门的徐峰 为了汤军年 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 洗手做羹汤 四年时间内生下了大儿子汤子佳 和小儿子汤家成 原本是在片场一刻不得闲的侠女 如今却要躲在豪门大院里消磨时光 徐峰做不到 汤军年看妻子意志消沉 拿出四百万 让徐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徐峰立刻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只是这一次不再在荧幕前打打杀杀 徐峰转头 做起了制片人 汤陈电影公司就此成立 徐峰成了电影公司老板兼制片人 当时林青霞与秦翰主演三毛编剧的 滚滚红尘 无奈无人投资 于是打电话给徐峰求助 徐峰看了剧本 立马投资 这部滚滚红尘 斩获八项金马奖 也是令林青霞唯一获得一座金马影后的电影 做了制片人的徐峰 想起了当年被师父胡金全带去嘎那的往事 他想带着自己的电影去嘎那寻求更广阔的机会 他想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电影 他的电影 但机会暂时没找到 却相中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导演陈凯歌 彼时的陈凯歌年纪轻轻 但是却拍出了黄土地 这样的好作品 徐峰简直如获至宝 回香港不久 徐峰读到了李碧华的小说 霸王别姬 顿时心中大喜 约了作者李碧华畅聊了三天三夜 顺利签下作品 想要改编成电影 此时他又想起了 在香港如日中天的张国荣 导演 演员 剧本都齐了 万事俱备 只欠徐峰来把这些人串起来 徐峰一步一步把这些人拉拢至一起 用心血慢慢地拼凑出了一部 震惊海外的霸王别姬 这部电影成了中国电影的里程碑 获得嘎那金棕女奖 金球奖等等 38项国际大奖 这在中国影坛上 至今都还是一个神话 霸王别姬之后 大大增加了陈凯歌的自信 他执着于要拍摄《风月》 但这部电影 徐峰却非常反对 觉得剧本中 所有人都很令人讨厌 实在没有什么艺术价值 原本需要随时盯住 陈凯歌的徐峰 却因家事不得不放纵陈凯歌开拍 徐峰的小儿子 自幼患有抑郁症 霸王别姬之后 远在异国求学的 汤嘉诚抑郁症复发 徐峰爱子心切 远赴国外陪儿子散心 徐峰在国内的电影事业 暂时搁置 毫无疑问 陈凯歌的风月 也扑得悄无声息 汤军年眼看自己的太太能力如此超群 建议徐峰将精力转移至家族企业上来 协助他打理汤臣集团 九十年代初期 内地房地产初步腾飞 汤军年受邀来上海考察 一趟内地之旅 令汤军年看中了内地的市场 当时的浦东 还是片寸草不生的芦苇帝 汤军年 就敢把大半的身家砸进去 徐峰都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汤军年卖掉深圳 广州多地房产 把资产都投入到了浦东新区的开发之中 成了浦东开发第一人 直到两千年 汤军年成了浦东第一地主 但好景不长 2004年 临近56岁的汤军年 还未深切地感受上海的急速发展 就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 痛失爱人的徐峰 消沉了近两年时间 很多人预言不到半年 徐峰就会随汤先生而去 但好强的徐峰 还是慢慢走出了阴霾 他告诉自己 丈夫一定希望自己 把汤臣集团好好发展下去 2006年 徐峰出任空缺了两年的汤臣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位子 带着两个儿子打理家族企业 如今大儿子负责内地市场 小儿子负责香港市场 汤臣在徐峰手上 焕发出更辉煌的色彩 2017年 徐峰获得了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当时的徐峰已经67岁了 颁奖嘉宾张爱佳的致辞 40多年来 他一直享受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侠女 背负一个美名很困难的 他做到了 侠女冷艳无情 但现实中他很热情 他是个好演员 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制片人 这个女人走过了人生近七十余载 从一瓶如喜到如今的万众瞩目 这份传奇里 少不了侠女的义气 16岁在片场舞刀弄枪的少女 嘴里念着忠孝仁义的台词 却不想这些品质 却深深地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成就了她 一个选择 一部电影 一个商业帝国 一个传奇 这样的人生 实在足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